東倫敦鬆出地震的新款12000泊 發展商Barkley最近推出了一幢全新大樓 叫做The Redwood 這與Strafford僅一站之遙的新款 合共提供3800個單位 想找交通方便的朋友留意 在整個屋軟樓下的West Ham站 足足有5條鐵路線覆蓋 踏內金斯祭碼頭只需要7分鐘 而最新開賣的這幢大樓 提供1至3房單位 入場價40多萬英鎊起 2027上半年交流 今天一起研究這幢大樓 看看有什麼美好的單位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今天看東倫敦 Song 2地段 泰晤士河爾北位置 今天樓盤在畫面圈著 12Trees Park 其實Barkley的樓盤在Song 2地段 另外還有兩個都很接近 分別橙色這個叫做Bow Green 以及在樓盤的樓盤為止 這個Polar Riverside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集中講 12Trees Park 接下來我們都會準備好 另外是Bow Green 和Polar Riverside 可以給大家比較一下 差不多我們叫鐵三角 Song 2地段的這三個都是Barkley的樓盤 開個Google Earth 跟大家一起看看樓盤位置在哪裡 位置在Song 2地段 旁邊是West Ham站 而今天地盤位置 就是我們畫面所見的這幅用地 算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地盤 另外旁邊這幅用地 接下來都會是Barkley的Future Phase 不過現在現時是一個比較初步的階段 而我們今天就集中看的位置 就是最近鐵路線站頭 West Ham站 大概我們將會講的大樓 就是這個畫面 Mouse圈著這個位置 參考Barkley的樓書 就是我們今天將會講的大樓 就是最新開賣的這一棟 The Redwood 也是整個樓盤來說 樓層最高的 有34樓 最高座 較早前隔離這一棟 已經開賣了一段時間 明年交樓 我們今天講的這一棟 就是2027上半年交樓 你看到隔離這些Future Phase 相對來說比較low rise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 比較高樓層的大樓 隔離這棟Evergreen 個別還有一些單位可以選擇 如果單位選擇上比較多 當然就看The Redwood這一棟 因為剛剛開賣 沒有久了 而我後面圈著這個位置 就是12Trees Park 未來還有一個Future Phase 在後面 不過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初步 就是剛才我們Google Earth看 大概位置在這邊 給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整個Site的開展是怎樣 特別一提 The Redwood這一棟 因為它是2027上半年才交樓 如果有些朋友比較急 就是未必等到2027才能住 要2025比較近一點 年期交樓 可以看看這棟Evergreen 不過今天我們這條片 就不會講這棟大樓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 想索取Evergreen的價單 或者樓盤資料 也可以WhatsApp我們 看看CGI圖 近看的話 其實夜景看下去 兩棟大樓都挺漂亮的 中間這邊來說 還有一個屋苑裡面 一個相當大的公園 還有我們今天將會講 The Redwood這一棟大樓 其實下面 在正我們大樓對面這邊 已經有一個未來的地鐵站入口 基本上真的是零距離 走過來這邊真的不用一分鐘 在正我們大樓對面而已 大概預計2026 這個站頭的出入口 就會準備好了 所以要近鐵路線站 今天這棟大樓 就在正West Ham 這個未來的鐵路線站頭的出入口 在正它對面而已 真的是零距離 下雨都不用擔車 其實今天這個樓盤 我看回它的地理位置 因為它在正 鬆突地段 West Ham這個站 West Ham這個站 其實它有五條鐵路線去覆蓋 有DLR也有火車線 另外有三條倫敦線 分別就是Jubilee Line District Line 和Hammer Smith & City Line 如果看回今天樓盤 那個所在位置 上面來說 就搭一個站 灰色線這條Jubilee Line 一站之遙已經可以去到 Stratford這邊了 歐洲最大的購物中心 West Ham都是在這邊 2012年奧運 當時的奧運會場地 都是在這邊 而另外在我們樓盤 如果向南走的話 搭三個站的Jubilee Line 灰色線 就可以去到Kennedy Wharf 時間來說 大概7分鐘 Bond Street大概6個站 16分鐘 去倫敦City Airport 如果搭DLR 五個站 兩個字時間 就已經可以去到 所以其實這個樓盤 因為它有不同的鐵路線去覆蓋 在我們這個project 基本上就是一個 十字形的鐵路線站頭 我們就在正中間這個交匯處 所以我想買得這個地段 住得在這邊的朋友 尤其是買來打算自用 一定是貪它交通方便 看看下面這張圖 更清楚 我們樓下的站頭 West Ham 其實基本上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有一些比較PIME的地段 由火車線 一直伸延到不同的鐵路線 都有覆蓋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的這些地方 特別一提 雖然這個樓盤 就沒有伊利沙巴線的 但是因為Strafford 就只在我們樓上 只搭一個站 如果大家真的要搭伊利沙巴線 其實只在我們樓下 這個West Ham站 搭一個站 去到Strafford 這邊就已經有伊利沙巴線了 再轉成 比如說要去Liverpool Suite 8分鐘已經搞定了 去到希斯路機場那邊 44分鐘而已 所以我想住在這裡的朋友 其實重點 肯定是因為交通網 比較發達 需要不同的鐵路線 站頭覆蓋 今天這個樓盤適合 所以如果計算 去Strafford那邊轉車的話 足足有六個不同的鐵路線 去掩蓋到我們今天這個項目 今天這個樓盤定位 所以我相信適合什麼朋友 就肯定要經常出入倫敦 一些比較prime的地段 尤其是City of London 或者金絲章碼頭 真的經常要出入 這個盤就真的適合了 基本上你搭任何鐵路線 都會掩蓋到你想去的地方 真的幾分鐘時間 譬如去到Westfield那邊 三分鐘 Olympic Park 都是三分鐘 去一些不同的Central London的位置 半個小時內要去到 其實這個盤 比較適合一些在職朋友 在英國那邊 就真的要經常出入 這些所謂商業區 今天這個盤 對於你來說 相對可能會比較合適 另外我們也遇過 不少BNO買家 買樓其實是為小孩子 因為接下來 可能小朋友 將會在英國那邊升學 很多時候他們都買的地段 都希望那間樓 比較近 尤其是在Central London 裡面的一些名牌大學 其實這間我們畫面所見 這堆大學 最遠的那間 都是UCL 25分鐘 12個站 就已經可以去到 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名牌大學 都不用半個小時 以車程計 都可以 全部可以去到 所以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今天這個樓盤 其實它的賣點上 以交通限先 如果大家對於交通上 比較緊要 尤其是住開東倫敦的朋友 我們見通常 他們都是選擇東倫敦 這一邊的樓盤比較多 雖然它在Central London 但是這個project 跟Barkley 他們一貫的作品一樣 有12英帽的陸景 配合他們的樓盤名 12棵樹 其實陸景上來說 足足有12英帽 中間這個位置 在井就有樓盤正中間 所以變成大家 就算住在Central London 也不用擔心 樓下沒有公園 基本上屋苑下面 已經有這麼大的公園 從另一個角度 我們看過來 如果看回 剛才我所說 中間這個樓盤 最大型的一個公園 兩旁就是Future Phase 剛才我們所見 最高的兩棟大樓 就是我畫面所見的 這兩棟 跟Barkley一貫作風一樣 都是做一個大型屋苑 剛才所說中間這一條 就是Twelve Trees Park 剛剛就在整個project中間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像西倫敦 在賣的The Green Quarter 中間那邊也有一個長型的公園 現在正在賣的這一棟 The Redwood 是最近鐵路線站頭的大樓 5號這個就是入口 未來就會開個入口在這邊 走去地鐵站那邊 基本上真的是零距離 在我們門口而已 另外匯所設施就開在這邊 3號這個 一會兒我們都會跟大家去看看 另外對出一點點 6號這個就是Office Hub 再低一點 7號這個 接下來預期將會建的學校 整個樓盤裏面 基本上除了現在我們所見的 Future Phase大樓之外 也會提供超市、食市、酒吧、Coffee Shop 全部都在這個project裏面 所以跟Barkley現在建的大型新盤一樣 有了整個社區 另外剛才提過12英帽的陸景 在這個project裏面 都會跟足Barkley一貫作風 相當多陸化 24小時的禮賓服務 裡面會所設施 除了電影院、Dream Room之外 還有Business Lounge 還有Future Phase也會有Spa和Sona 不過就不是現階段 這個是Future Phase 由於今天這棟大樓 The Redwood 它屬於這個樓盤最高層的大樓 足足有34樓高 1至3房單位都可以選擇 如果之前有朋友 曾經看過不同的倫敦樓盤 尤其是不太喜歡太低階 樓望樓的很嚴重 其實今天這個project 因為樓層相對比較高 买得有十幾二十樓以上 买對方向 其實那個景觀上 真的挺開揚的 比較適合一些朋友 真的要一望無際的景觀 畫面上 類似我們現在所見的 如果买向大概南面那邊 還可以看到金絲穿碼頭的方向 而樓盤 南面位置這邊 就是金絲穿碼頭那邊的方向 另外東面位置那邊 就是老金融城 大概給大家了解一下這個位置 曾經有買家問這棟大樓 The Redwood 廚櫃、Bathroom的顏色 有沒有選擇 是有選擇的 現階段 因為算是相對比較早的時間 所以你看到 比如說廚房那邊 或者Bathroom那邊 冷暖色都可以選擇 比旁邊Evergreen也好 Evergreen因為明年 大概第二季已經交樓 現時來說就沒選擇 不過好處就是做交樓 所以就對於 比如有些朋友 就是在廚房 尤其是這些色版 比較執著 可能要一些深色 或者可能特定的淺色 類似這些 現階段可以選擇 詳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看這條片 也有問我們 就拿這份資料 裡面就有個規格 很清楚有關 廚房 Bathroom 另外就是 屋內內 一些設備 這份資料裡面 已經很詳細可以看得到 我們今天這條片 就不長談這一部分了 來到這裡 或者我們即席 就把The Redwood 這棟大樓 裡面就選擇一些 一至三榜單位 抽出來給大家看看 如果要入手 這個一至三榜單位 到底那個價錢 開織景觀是怎樣 選擇單位上 應該怎樣選擇 或者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們開個Fort Plan之前 先跟大家開個Site Plan 跟大家再對多次位 現在畫面所見 右上角這個指南針 北邊位置向上面 我們今天將會講這棟 The Redwood這棟大樓 尖角位這裡向上面 這邊的方向就是北邊 也就是說 這隻角向下面 看下去就是向著屋苑裡面的來源景 我們打開Google 跟大家對一對些位置 如果開Google 大家可以隱約看到 有一個三角形的位置 相當於剛才我們看樓梳 這個位置 在鄭 它對面這邊就是 Redham 大概位置就是這裡 接下來將會開出來的鐵路站口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看看這個Site 就是5號這邊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將會講這棟 The Redwood這個位置 大概大樓位置 就是現在有鈴鐺圈著這個位置 The Redwood這棟大樓 如果看那個Site 就是說 你看它就不是一個完全的長方形 這一邊是建了一個角的 其實如果看4Plan來講 4至9樓就是這隻跡 一去到10樓之後 其實這隻跡就收了 由本身4至9樓 1至9號室 變為1至7號室 這邊來說已經沒有了住宅 再看上一點 11樓以上 就變為一個完整的長方形 所以看發展商提供的CGI圖 今天這棟大樓 The Redwood 大家可以看到 去到10樓就是這一行 4至9樓就是這裡 而地鐵站站頭就是這一邊 路軌就是這一邊 所以來說如果這棟大樓 我估計比較多人選擇的單位 理論上就應該向南邊這邊 主要就是看著下面樂園景 不論是東南或者西南 我估計 The Redwood這一棟 比較多的朋友選擇 應該都是這個座向的 我們看看4Plan來講 4樓開始已經有住宅大樓 一路去到最高就是33樓 顏色上怎麼看呢 就看看這幾隻顏色 最小這隻就是one bed suite 這隻單位如果壽面積來說 就大概475呎 現時看回價單 中低樓層單位 在賣大概只扣前四十多萬英鎊 其次就是one bed apartment 這隻是standard 壽面積來說 就接近快600呎 590多呎 再大一點這隻 Premium 這隻就去到大概635呎 看回價錢來說 就去到差不多50萬美 standard這隻的價錢就容易入口 大概50萬磅出頭 另外兩房和三房單位 價錢上來說 就大概六十多至七十萬英鎊 三房單位普遍 我們看回現在最update的價單 低樓層的單位 大概八十多萬英鎊 如果我們以中層單位為例 你看回三房單位 就一定是最漂亮的 剛剛提過 因為向南那邊 指甲針方向北邊就是這邊 南邊位置這隻角 就看正下面剛才 內圓花園那邊的景 下面這排就向東南 另外左邊這排就向西南 或者我們先拿一間一房 然後兩房和三房 和大家看看 由於一房單位有三隻房型 如果看回價錢來說 就那個range可以很大的 三間一房單位 或者我們拿其中一間來看看 就是One Bear Suite這間 也是這個樓盤起步價一房單位 大概每一層樓 就淺藍色 現在我圈著這間 那我就看回價單來說 或者選一間中層單位 十五樓的四毫室 就是我們畫面所見的這一間 十五樓四毫室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左手邊這一間 那樓層來說 由四樓開始 去到三十三樓 都是這隻開織的 那單位來說 就在正樓層 現在我圈著這個位 那這間呢 就算是一間細一房 因為上面只說 四百七十五尺而已 有少少近似我們看的一些studio 開放式單位的那個尺寸 那開織也都很簡單 門口一條短走廊 還有房間門口這邊 都有個少少短走廊的 那L型廚房 那另外就 客廳、飯廳、Open Kitchen 都在這一邊 那這個單位 房間這邊位置 和客飯廳這個位置 望出去就向正東南位置 那比較多朋友就喜歡這個座向 那看看這間多少錢 那這間十五樓的四毫室 售面積四百七十五尺 現時呢 市場價正在賣五十萬英鎊 那由於發展商 也都有一個official discount 那接售的價錢呢 就不用五十萬英鎊 都是四十萬美而已 那剛剛所說的 十五樓四毫室 就是現在綠色這一間 highlight了這一間 那其實呢 就主要位置 剛才說 就望向左手邊這邊 就是東南邊位置 那北邊的直角就是這一邊 那我們看一看view是怎樣 那景觀來說 就如果看回 就在客飯廳那邊看出去 那直看出去就會見到對面那棟大樓的 Evergreen Point 那不過呢 由於這棟大樓的距離上 跟我們都有一段距離 不是控得很近那一隻 那一隻 所以變相呢 就望左望右 其實都是相當之開揚的 那尤其是右手邊這邊 那直看下去呢 甚至乎可以看到 屋苑裡面 四英畝的公園 那而這個單位呢 因為就十五樓的關係 基本上呢 就僅僅 望穿對面 一些Future Phase的大樓 那所以呢 就遠望的話呢 左邊這邊呢 可以見到O2 右手邊這邊呢 甚至乎可以見到金屎穿碼頭 那如果以回幾間一房單位來講呢 我就覺得 這個開織呢 這個座向望吹呢 就相對會比較開揚一些 那另外我們看兩房單位 那現在我看回價單裡面呢 就主要就是 低樓層大樓會比較多的 那分別就2號1號和8號 那這三間如果給我選呢 我老實說呢 我就會選8號這一間 那801那間呢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左手邊這間 那開織上來講呢 就三間我自己覺得 就最是正這一間的 也都是大單邊 那樓層來說呢 那樓層來說呢 由4樓開始上到33樓 都有這隻開織的 那現在我們圈著這間呢 就是整個樓層 最左上角這一間 那看看這間 8樓8號室呢 大概那個開織是怎樣 那一間呢 十分之standard的一間兩房 入門口這邊呢 有個L型走廊 那這個主人套房呢 另外就back room 2 那兩間房呢 你見都是闊落的 尤其是back room 2這邊呢 你見就放了衣櫃之後呢 其實在窗邊這邊呢 還夠位呢 就開多一個書桌位置的 那如果以回呢 是Barclay的樓盤來講呢 我覺得這個實用性 老實說算很高的了 那另外呢 open kitchen 也是一個U型的open kitchen 那實用性來講呢 這個廚房我覺得是挺好的 那由於這個大單邊關係 北邊位置剛才提過呢 就大概現在我們打斜角這一邊 看紙巾針吧 這邊就向北的 那也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動這三隻窗呢 就是向西北位置的 那另外呢 就這一排呢 就向西南位置的 那這個八樓八號室呢 售面積呢 858呎 現時市場價呢 就賣中 715,000英鎊 那這個單位呢 如果折實後的價錢呢 是大概67萬多少少少啊 那首期來說呢 前期一成 首期呢 就大概六萬多英鎊 那一會我們片尾都會講講 這個樓盤的payment terms 那剛才那間一房呢 就在正呢 就左手邊這邊啊 那現在看那間兩房呢 就向著右手邊這一邊的 那留意啊 前面這邊有條路軌的 那沒辦法了 因為呢 看這個開織呢 兩房單位主要就是向這排啊 就是西北位置這邊 那我們一會看看個view啊 那看一看呢 我們那個單位 會不會看到那條路軌呢 那其實呢 八樓八號室呢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所見的這一間 那剛才另外還有兩間兩房單位的 那剛剛我們看開織那間呢 那就是這一間 那那一起看看那個view啊 大概是怎樣 那我們現在在客廳位置呢 如果望向西南邊方向啊 那就會見到對面Future Face那種大樓的 那再另一個小小呢 這邊呢就緊緊 可以望到樓下的內圓的 那另外一頭呢 就有機會呢 見到少少路軌的 那如果大家呢 就不想呢 就是對那個路軌那麼近呢 那我建議就不妨可以買高層 那因為剛才提過 這隻開織呢 就由四樓開始 最高去到三十三樓的 那我們看看另外那邊的方向 西北邊那邊 也都是啊 旁邊Future Face 那還有呢 就樓和樓之間呢 會僅僅望到少少路軌的 那如果大家想開揚少少 看穿前面這棟大樓呢 大概買到十幾樓左右左右呢 那就完全看穿的了 那景觀一定是比這間我們這間開揚 那最後看完三房單位啊 那三房呢 我們就直接選擇都是白樓啊 那三房只有一間而已 那這間三房單位呢 我估計呢 那個view是最美的 那不論低層或者高層呢 那我相信那個view也是最美的 那我開個織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開織來說呢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右手邊這間 那樓層來說呢 就是上西藍的 這隻角向出去這邊呢 就正藍位置啊 這個單位就沒有北的 那這隻單位的開織呢 我們比較少見啦 屬於一間呢 就雙套房設計 另外再搭一間呢 就back room 3啊 三間房 其中兩間是雙套房來的 那分別現在我圈緊這個 back room 1啊 還有back room 2 眼裡的朋友會留意到 其實這個單位呢 是有三個的bath room的 那而客飯廳open kitchen呢 就開在呢 就這隻最左下角這邊的 那由於這個大單邊 所以這個廳呢 我估計是相當之光猛的了 買到一張六人餐桌 L型廚房 那客廳就在這邊的 那這間呢 八樓的七號室 售面積呢 1018呎 三房三次設計 那現時呢 市場價賣的 85萬5千英鎊 那如果大家想著呢 就先出租後製用 或者是純buy toilet 以上呢 剛才我們所講的三個單位呢 分別就是 one bed suite 兩房 和這間三房呢 看看發展商的預計呢 三個單位啊 折扣前呢 他們預計的租務回報呢 都是超過五厘的 那剛才我們看完八樓八室 那看看八樓七室啊 那看一看呢 那看一看呢 那個view大概是怎樣 那或者先看呢 就向著呢 就東南邊位置這邊 那這個座向呢 和我們剛才看呢 第一間的一房單位 一個座向 基本上完全一樣的 都是向東南 那由於這個單位 因為相對低層 八樓呢 那你會見呢 這個會所的位 和我們會有少少近的 那不過呢 就都是看穿它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呢 我們這個單位呢 是可以直望到外面的 前面這個大樓是不會頂到的 那另外呢 右手邊這邊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屋苑裡面的內圓景來的 那另外呢 我們就看了西南邊位置那邊 那西南邊位置這邊呢 就看內圓呢 就更加清楚的 那另外就對面這棟Future Face大樓 那如果個下看完這個view 有少少瑕疵 就覺得就 不太想看那些樓景啦 想再高一點呢 有沒有選擇呢 那或者呢 我們都開多一張圖給大家看看 假若你買到20樓 高座大樓呢 它就用5號室的 就不是7號室了 那其實呢 你見呢 就同一隻開職 同一個座向 只不過高低樓層分別呢 那感覺上差很遠了 遠望都能看到金斯座碼頭的 那另外一看了呢 就西南邊位置那邊 那是完全看穿 剛才我們在正我們對面的 這一棟Future Face 那而旁邊這邊呢 會看到少少路軌的 那沒有辦法啦 因為始終這個樓盤 屬於兩條路軌的交匯點 那不過呢 我相信就 景觀上就 首先不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因為我們始終買到20樓 那還有就 因為這個單位呢 就大部分的位置 都是向內圓這邊比較多的 那真的你要打側 向著右邊這邊看呢 才會看到少少路軌的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就影響不太大 那所以如果大家追求一些 開陽景觀呢 那可以考慮 入手一些高樓層少少的單位 看完這條片呢 大家想索取資料和價單 亦都是WhatsApp我們 那最後呢 我們看完樓盤的基本資料 那租入年期都是999年 和Barclay大部分樓盤都是一樣的了 那2022年6月30日之後 已經沒有grind range 沒有地租了 那要留意一下 這個樓盤的service charge管理費 5.7至5.99英鎊 一尺一年 那我打個譬如 如果以剛才我們那間一房單位為例 那實用面積來說呢 475呎 乘回呢 我打個譬如 用5.99這個做一個例子 一年來講 管理費2845英鎊 每個月來講 就大概237英鎊 那那之前我們拍片都講過很多次的了 那如果你入手Barclay的樓盤 因為它的會所設施 真的會比較豐富的 那變相呢 那個service charge管理費呢 會比其他同類型地段 或者其他同類型樓盤 會稍為是高一點的 那即是你買得了 好回鎖 自然會有少許代價的 就是service charge這邊 就稍為會高一點的 那另外呢 就car park這邊呢 我們都可以買的 那不過呢 就只限三房單位 4萬英鎊一個 而我們畫面所見 這個呢 就是由分別呢 就one bag suite 去到三房單位呢 就每個星期 大概那個的租務回報來的 那我們剛才都看過的了 那基本上呢 由一房到三房呢 全部都是above 5厘或以上的 而completion這邊呢 其實這個大樓呢 我們看回呢 就個別有些單位呢 是需要去到2027年 大概Q3呢 甚至乎Q4才交樓的 那而現時呢 開賣呢 就中低樓層的單位呢 大部分呢 都是2027 上半年 Q1至Q2交樓的 那我們的payment terms 怎麼做呢 解約各客呢 就看好單位 經我們入手買家 首先我們會送收樓 和驗樓服務的 縱使你在英國與否 那其實我們都會派人員呢 可以呢 幫你上去收鎖匙呢 和check defects的 那看一看呢 那個單位有些什麼瑕疵 就出一個report給你的 那至於留位費 reservation fee 要付多少呢 就視乎你買哪隻房型 一房單位呢 就2500磅 兩至三房就5000磅的 那pay了這個的 留位費之後呢 那未來一個月呢 就走法律流程的了 那完成法律流程之後呢 就準備一成的首期 減回當初我們給的reservation fee 那給了之後呢 就大概一年之後 就再給多10% 那另外呢 就5%就再過多6個月 也就是說呢 我們exchange contract計 18個月後呢 就再給多5% 那就是10%加10%加5% Total就兩成半首期的 那給了這兩成半之後呢 其實就沒事做的了 就等收樓而已 那最後兩個重點提回 買英國新樓的你呢 是沒有任何經紀佣金 需要支付的 那所以你經我們入手呢 就不需要給經紀佣金 價錢一樣之餘呢 我們也會有收樓 延樓服務送的 那第二呢 就是如果大家是想著呢 就需要按揭 交樓前呢 大概4至6個月呢 可以申請按揭的了 那也都經我們入手買家呢 除了按揭中介呢 我們會轉介你 去給一些做BNO的按揭中介之外呢 那如果走法律流程呢 你也都需要一些 認識廣東話英國律師呢 經我們入手的買家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轉介的 那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擔心啊 不熟悉法律流程 或者甚至乎 不知道怎樣申請按揭 那今天的分享 大致上來到這裡 那我們因為今天這條片呢 就主要講是 就是The Redwood這一棟大樓啊 那旁邊這一棟的Evergreen Point呢 我們就沒有講的 那如果大家呢 是趕著要收樓啊 就是講著 2027太久了 可能要2025呢 明年交樓的話呢 那可以不妨呢 看這條片呢 亦都可以和我們 索取這棟大樓的資料 和價單的 那這棟就一年後就可以交樓的了 那如果大家呢 看完這條片呢 都有一些資料 可能不太明白啊 想找我們諮詢一下呢 那也都可以 WhatsApp我們熱線 56269151的 今天這條片呢 分享大致上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